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2月大汉他自己突然宣布他要停招停办 而且在师生没有参与的情况下 他就进行通过董事会并且报布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要向教育部陈请 向师校咨询会陈请 呼吁他们应该要退回此案 以维护大汉师生的权益 以及我们高等教育的公共性 大汉技术学院最早在前身的话 是智辉海市专科学校 那当时的话是由花莲县政府出资 那我们康德馨议员带电这个款项 由民间捐地来筹办的 那目前的话呢 这个花莲是花莲地区唯一提供 这个进修部有关于工商类科这样的一个进修的机会 没有其他大学了 只有大汉提供进修部的这样进修的一个这个机会 有此可见当时立校的目的 就是为了公共性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促进了这个就学机会的平等 好 那所以呢 大汉的成立的话呢 当然是对地方呢 是一件大事情 是一件欢心鼓舞的事情 好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认为 今天大汉如果要停办 那要停办的话呢 那校园的资产 那就应该归还给县政府 如果呢 今天呢 如果我们花莲的这个国立东华大学 能够来合并 这个大汉技术学院的话 那么也就可以保留这个进修部 这个升学的机会的一个提供 大汉的话呢 这个校务基金 目前它有八千万 那也就是说 大汉呢 目前是一个财务正常的一个学校 它不是财务不正常 那所以呢 大汉呢 也没有教学品质有问题 也没有 所以大汉的话呢 没有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没有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那也就是说 大汉是一所正常的学校 它不是一所要导的学校 那为什么 大汉技术学院他们急着 要用私校法退场呢 现在已经是7月23号了 他们急着 今年就要停招 113学年度就要停招 明年就要停办 把学校关掉 把私生都赶走 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 教育部在退场条例上路之后 居然还在私校法里面留下一个漏洞 他也允许私校 用私校法退场之后 可以把他的校场 改办其他事业 去牟利 但我们认为 这个做法明显是无视于学生的权益 如果我们今年都已经在招生了 马上就要面试了 为什么他现在学校 却突然可以停招 像上个月底 硕士班就突然被停招 那我们认为如果教育部 他没有意愿 发挥他的职责 去介入这件事情 甚至是 我们会教育部 主动的在护航大安基督学院 那我们很担心 接下来很多私校 他要退场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甩退场条例 他就是说 我就是用私校法退场 我根本不管你 那这样子我们到底 修这个立这个退场条例 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私校退场条例 他里面有几个规定 是跟私校法很不一样的 他本来是应该要取代私校法 里面关于退场的这些相关规定 那里面主要几个差异是 按照退场条例 学校必须有两年的改善期 第二 停招后 在停招之后 就应该要重组董事会 而且要纳入教职原生 以及学者专家的董事 达四分之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师生 我们的社会 才可以参与他的退场过程 再来在停办之后的两个月内 这个董事会就应该要解散 而剩余的校场校地 应该要归功 交由政府来重新规划使用 大汉基督学院今天要审这个案子 我希望委员也要搞清楚 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大汉基督学院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不当挪用校场的记录了 像今年二月他突然宣布停招 我们都觉得很错愕 但是研究之后就发现 他这个恐怕是早有预谋 早在几年前他们就在 大汉基督学院明明在花脸 可是他们在几年就开始在台中 开设了一个产学分部 然后开始慢慢的把他们的资源 董事会把他们的资源 资金转移到这个台中分部 那这个台中分部 到现在没有招生 没有营运 他把他的校地 很便宜的建价 租给了一个叫做 大汉工商教育基金会 那这个基金会呢 他的董事长同样是由 这个大汉基础学院的董事长 廖继成来担任 而这个基金会呢 他就办了一所学校 叫洛克威尔实验学校 而他的校长也很巧 就是大汉现在的董事 陈正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状况 这个就是财团 他去把持 实效 将财产 将校产 左手转右手 利益输松到 同样是由自己掌控的基金会 然后再将原本的学校办到 然后再改办其他事业来模例 那其中 学生的受教权 教师的工作权 通通不在这些财团 不在这些财团的考虑之中 那我哦 居然退场条例都已经上路了 那今后所有失效要退场 都应该要比照 优于退场条例 的标准 非法 至少要有两年的改善期 而且要重组董事会并纳入四分之三的教职员三级专家学者董事 停办后两个月内就应该要解散 而剩余的财产必须归于退场基金 中央机关公立学校或地方政府 持续的做公立的规划使用 否则 这个停办计划 就不予核准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大安这个案子 有一个看到哦 教育部应该要去禁止 严厉的禁止学校以失智这种失智宣布停招停办 或者用各种手法 约谈啊 好去打压 失声的这种 逼退失声的行为 这种行为已经造成学校实质上营运的出现的问题 那必要的时候 教育部应该要依失效法 将这个校长解聘 还有这些 不校的 影响失利学校校务正常运作的这些董事会 教育部也应该要依法 将他们解除职务 那 刚才老师也有提到哦 现在的部长 在医院部长 他之前也是 说应该要推行公司校合并 那我想 大汉 这个案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试经史哦 在花东这个 高教资源本来就比较缺乏的地区 我们不能容许 他就这样子 被关掉 校长 还被这些不校集团哦 变成自己的失财 所以哦 我们认为部长应该要出面哦 积极的推动这个公司并 好 公司校的合并 而非 那尤其董事会哦 挪用 好 闲置这些校场 好 去伤害我们高教的公共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 DAVID